先来关注各报头条 首相安华暗示10月18号提成的 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将停止补贴超级富豪 尤其是他们子女的教育 成了今天各大语文报章的封面头条 其中新宗日报指出 首相强调预算案将汇集真正有需要的群帖 同时会通过停止对富人们的补贴 来帮助更多的贫困群帖 南洋商报封面则谈到 房产中介的入行门槛 政府为中介市场塑造专业化形象 买出关键一步 从今天起 新入行者需通过考核 学历最低要求是持有大马价与文凭SPM 且不能是破产者 才有资格获得房地产协调员的执照 成为产业代理 所有新入行者的中介 必须符合这三项条款 缺一不可 新海峡时报图条则关注警察涉毒事件 过去十年共有505名警察 因为涉及毒品而遭到解雇 武吉安曼警对廉政与标准执行局总监阿兹迪指出 他们会继续严密监督警察的行为举止 对警察涉毒于事 林通融绝不容忍 是的 2025年财政预算案即将在10月18号提成 大马厂商联合会已经向财政部提成建议书 当中包括再度促勤政府考虑重启消费税 也就是GST 然后并把这个税率定在4% 该会总会账单司李苏天来指出 在对税制进行全面评估的过程中 政府应考虑落实消费税2.0 但是必须关注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 因此建议把税率降至4% 他同时提及消费税注册门槛保持在50万令吉 并尽可能的避免延误退税 他说政府在落实消费税2.0时 也应该设有适当的机制监控市场价格 防止有企业试图谋取暴利的行为 换个看点来看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 市的根据统定局公布的 2022-2024年检疫生命表指出 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今年有所增长 其中华裔相比其他的族群 继续保持最长的出生预期寿命 也就是77.1岁 而华裔女性的平均年龄最高 平均寿命达80.2岁 华裔男子平均寿命为74.8岁 统计局总监杜斯刘泽指出 相比之下印第的出生预期寿命最短 也就是71.7岁 如果按州属来划分 除了马来人之外 纳米人口的预期寿命最长 超过其他州属和联邦这下区 报告也指出 今年出生的婴儿平均预期寿命为75.2岁 其中女婴平均寿命预计可以达到77.8岁 比男婴的73岁多活4.8年 接着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 那今天早上呢 霹雳州沿海大部分地区有雷震雨 彭亨州部分地区有雨 全马其他地区则放晴 不过气象局预测过了 午后雷雨预报的范围扩大 除了纳敏和沙拉越古近 西连 萨马拉罕 斯里阿曼互动和木交 艳阳高照之外 全马所有地区几乎都是雷雨天气 尤其是在槟城 彭亨 曲兰 吉隆坡 布城森美兰和卓佛 入月之后雨是预料会稍微紧缩 但是彭亨 吉兰丹和灯下楼 雷雨预报不变 沙巴和沙拉越树的地区也可能会下夜雨 全国新闻方面预计最高是摄氏 像12度 最低25度 全国新闻 感谢观看